真正的男子汉要做到全最不上其身 大者坚基天下 因此我今天很自豪地向社會政府 其实四岁了 小的话从来没有做过会事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 很努力随便下去一下 做一辈子好事很难 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好不可递的向全世界政府 小的话从来没有做过会事 我呢总共捐出去了钱已经花掉了 到出站了到他们户口上面了 就稍微在上面了 大概六十几亿嘛 已经捐出去了还没有花的 因为这几天股票涨了一台户口 还有九十几亿 那加起呢应该有一百六十亿钱了 难道现在为止捐出去的财富 您的家人会有什么反对的硬件吗 他们毕竟没有捐过这么大多的钱 你说他心不疼不可能啊 他也没有找我 我跟他讲 你的钱已经花不完了 在哪就是我不捐 没有以后由你来捐 还被呢 还有很多那年记者有钱了 我知道您很忙啊 都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 处理在各个工厂的这些关系 那这么忙的情况下 怎么还会有时间自己写这本新国菩提呢 这几年一直呢 有一个工就我写字状 但是他们帮我试写一篇以后呢 我就马上支持不要你再写下去了 因为他以第二年成写 就加油添书的东西很多 我后来问他们 他说写书都是这样写的 就从来到去的 我们也不做八道 这样让人浪费人家读书的时间 想了几天后来想呢 我应该自己写 我也跟几个朋友讲了 很多人劝我不能自己写的 第一人的劝很难写 不能够用这个好的词汇加进去 这本书实际上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您是写得很快 因为它正在我脑子里面 不是创作是记忆 我的目的的是 把我真实的情况 与年轻人共享 那么你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吗 这没有一点度赚了 少如果没有心都不会坏牙 能做事又运行做 没有多少心 就会成就多少事情 我第一个人 我是 signore 我有一点 他做事 就是我